诗歌是最美好 最幸福的灵魂 对最幸福 最美妙时刻的记载 许来 上一讲我们讲到 新契级这么一个北方人到了南宋 在江南可以说是 谈耿数年而治不得身 他自己讲 平身在北江南归来花发苍颜 就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那么这个北人在南宋 然后对南方江南的一种感情 它还不是特别的典型 在我们的古典诗词当中 许许多多的北方人到了南方 看到了江南的美景之后 当他们离开之后 一直都想着这里 可以说是梦回江南 最有名的白居易的义江南 白居易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是中堂时候的诗人 他是和袁枕并称 号称袁白 在中堂的时候呢 诗坛有多种力量 比如说韩玉啊 梦娇啊等等 很多的诗人 很多优秀的诗人 但是白居易最特殊 为什么 白居易最流行 白居易的诗啊 在当时啊 就已经是为大众所喜欢 我们以前都知道一个故事 说白居易写诗 是要给老太太看的 老太太看得懂 她才发表 她看不懂呢 就要修改 觉得她的诗很容易懂 是一种很明白的语言 在唐代当然有很多 很著名的诗人 比如说李白杜甫 这比白居易可能都还要高一级 就是他的地位还要高 但是白居易的这种流行 在李白杜甫身上 都还有差距 特别是杜甫 杜甫的是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 不被人所重视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十几种的唐人选唐诗 就是唐代人自己选 选当时人的诗 然后就有一个选本 几乎不选杜甫 没有什么人去选杜甫 那可以看到杜甫的诗歌 是在后来才慢慢地被人所认识 才认识到他的价值 特别是到了宋代 但是白居易不一样 白居易的诗当时一写出来 就非常受欢迎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也是很极端的故事 说白居易的粉丝 在荆州 就是现在湖北 他是脖子以下全部闻声 闻什么 就是闻白居易的诗 一生都是白居易的诗 而且还配图 白居易有一句什么诗 他就配一句什么图 后来有人说 这是行走的白居易诗歌集 就是他因为是全部闻声 这当然是很极端的 白居易自己也知道 他的诗非常流行 有一次他和朋友 到这个歌楼酒馆 去巡观 去喝酒 然后有一个歌女 要价就特别高 那么白居易就问他了 说人家都是二十块钱一首歌 你为什么要一百块钱 那个歌女就回答说 我能唱白学士长恨歌 我是能唱白居易的长恨歌的 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白居易的作品 确实是非常之流行 那白居易的这个易江南呢 很显然是他离开江南之后的作品 白居易是在江南待过很长时间的 他当过杭州的刺史 也当过苏州的刺史 我们现在去杭州旅游 都还知道西湖上有一个白堤 那个白堤就是白居易在的时候修的 那么他也当过苏州的刺史 那我们回头看这个易江南 就是回想他在江南的那段时间 那种美好 江南的风景的美 易江南 唐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 旧层安 日出江华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我们看到 在这首易江南当中 白居易是用了很亮丽的色彩 红 红的比火还红 绿了 绿得像蓝一样 一种亮丽的色彩在我们眼前展开 而且他一讲到两个事物 一个叫江花 一个叫江水 这都是典型的江南的风景 有了这样的风景 怎么能不想念江南呢 这是他的第一首 然后第二首 第三首呢 可以说是分写 第一首是总写 江南义 最义 是杭州 山四月中 寻贵子 俊庭枕上 看潮头 何日 更重游 第二首是说什么 江南义 最义是杭州 就是我最思念的 就是杭州 思念杭州的什么呢 下面又是两句 一个是说在寺庙当中去寻贵子 一个是说枕上看潮头 这肯定都是白剧当年在杭州 有过的这样一种行为 所以他才说我最义的 就是杭州的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贵子 我们之前讲到了刘勇的那首词 对吧 三秋贵子 十里荷花 这都是杭州最美的风景 然后白剧毅在这首词的最后说 何日更重游 什么时候我能够再回去 再去体验那种江南的美景 寻贵子 听潮头 他所在的洛阳 不可能见到的 我们知道白剧毅的晚年 主要是在洛阳度过的 他不可能看到这种听潮头 寻贵子 这样的 在经历这样的场景 所以他特别的想念 当年在杭州的日子 这是他的第二首 那第三首呢 是写苏州了 江南义 其次义无功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五 醉浮荣 早晚 复相逢 他说江南义啊 其次义无功 无功就是苏州啊 无月 一个吴一个月对吧 吴就是苏州这一块 也可能是指这个吴王 就是那个春秋战国的吴 也可以是指 詹国的吴 那么这一块都是吴 都有吴公 都是苏州 他说 想念苏州什么呢 又是两句分解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五醉浮荣 一个是酒 一个是女子 这个是对苏州的一种想念 而且他用了两个意象 一个是竹叶 一个是浮荣 我们看他也是两种颜色 竹叶青色的 芙蓉红色的 可以说和第一首 形成一种呼应 但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最后讲 早晚复相逢 早晚其实就是什么时候 但是他讲 用早晚来形容什么时候 他更加的表示 他的这种期待 这种思念 《易江南三首》是唐代诗任白居易的主词作品 第一首词总写对江南的回忆 选择了江花和江水 生动地描绘出江南春意盎然的大好景象 第二首词描绘杭州之美 通过山寺寻贵和前堂观潮的画面 来验证江南好 第三首词描绘苏州之美 以美妙的诗笔勾勒出苏州的以拟风情 三首词各自独立 又互为补充 艺术概括力强 意境奇妙 白居易作为一位北方人 离开江南之后始终念念不忘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位诗人的江南之梦 艺术课堂正在开讲 这是白居易作为一个北方人 离开南方 离开江南之后 他的一种思念 一种梦回江南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讲的 比白居易稍微晚一点 就是伪装 伪装也是洛阳人 他是洛阳才子 他也曾经在江南有过一段漂泊的岁月 后来又到了四川 在四川辅佐王健 就是西蜀 我们知道五代十国里面有一个国 就是蜀国了 伪装就在那儿 那么这首菩萨蛮 他总共写到五首 我们这里讲其中的两首 第二首 我一读大家肯定都知道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和江南老 人家都说江南好啊 来到这里的人 游人就是来到这里的人嘛 都会留下来 然后他就讲为什么呢 这里风景美啊 春水碧于天 华船听雨绵 有很美的水 有很美的人 有很美的井 这是词的上篇啊 写这个江南之美 下篇呢 讲到的是 为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怎么去理解 他前面说江南好啊 后面说要还乡 这一首啊 很能体现伪装早年的心思 伪装早年在江南的时候 整天想着回去回洛阳 但是那个时候的战乱啊 让他不得已回不去啊 所以他说 为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其实他讲的 还乡须断肠 是回不去 不是说不想回 是回不去 这是菩萨蛮的第二首 第三首他接着写 当年是说 人人尽说江南好 这里是说 如今却亦江南乐 第二首说我要回家 这里说 现在想起来 江南的日子 才是最让人思念 最不舍的日子 如今却亦江南乐 为什么 当时年少春山坡 你看到一幅画面吗 一个翩翩的少年 好像就走在了江南的街头 骑马以邪巧 满楼红袖招啊 江南的繁华 他穿过那个繁华的都市 有楼上红袖招 一群漂亮的女子 在向他招手 他想到自己 当年在江南的那种日子 翠平金曲曲 坠入花丛树 在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面 然后他就在那里睡下来了 这两首词啊 应该是伪装 在他悉蜀的时期 晚年的时候写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白居易 还是伪装 他们都有一个 梦回江南的这样一种想法 年轻时候 经过的那些岁月 那是和江南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 当想到自己的青春 就想到了江南 就想到了江南那种美好的风景 江南的那个漂亮的女子 这都是北方人到了江南 然后再离开江南 再梦回江南的故事 《菩萨满五首》 是唐末五代词人 维装的祖词作品 这五首词是一个整体 但又可分前后两个层次 前三首 正在对于江南情势的追忆 北方文人们离开江南 却又梦回江南 那么作为南方人 对于江南又会有着怎样的情愫呢 艺术课堂正在开讲 那么还可以讲一个是本身就是江南人 再离开江南 再想起江南的事情 这个人呢 就是黄庭坚 黄庭坚是江西修水人 现在好像不属于我们现在的江南 但是在当时在宋朝 他的那个地方也属于江南 我们曾经讲过 江南这个概念是一个随着时代的不同 而慢慢变化的概念 是一个从西往东逐渐缩小的概念 黄庭坚的诗里面呢 也出现过很多的江南 比如说有一首是写给他的哥哥的 就叫夏日梦伯兄寄江南 夏日梦伯兄寄江南 送黄庭坚 故缘相见略雍容 睡起南窗 日射红 十九一言谈笑阁 江山千里 梦魂通 河天月韵 鱼分子 胡叶风微 鹿养容 几度白沙 青莹里 沈厅司马 自知穷 夏天的时候做梦啊 梦到他的哥哥了 然后就写了这首诗 这个时候他的哥哥是在江南 黄庭坚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的人 他自己就讲 我读书不是为了去做什么大官 我读书就是要养我的母亲 黄庭坚这个人是很孝顺的 我们知道二十四孝徒里面都还有黄庭坚 那么他的这首诗呢 他对他哥哥的情感很深厚 他在这首诗当中就梦回江南了 想到了当年自己和哥哥在一起在江南的日子 他在诗的开篇说 我睡了一觉起来了 然后呢 在梦里见到了你 这个雍容呢 就是表示两个人亲密的样子 我们在故人相见 我们看哈 这一连诗他其实是有一个导庄的 他先讲 故人相见略雍容 再说 睡起南窗日射红 最开始以为是个真实的场景 后来才发现自己是在梦中跟你相见的 前面是 其实是梦境 后面才说解释原因 接下来讲 我和你之间已经离别了很久了 但是我和你之间是可以梦魂相通的 江山千里梦魂通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江南 我们以前在的江南是什么样子呢 河天月韵鱼分子 在月亮底下 有银河 有月光 然后呢 鱼儿在那儿产卵 鱼分子 然后呢 微风吹拂 那个小鹿的脚啊 开始长出来了 鹿养容 黄金坚是一个宋代的人 而且他是宋诗的代表 他的诗写的和唐诗不一样 他的这两年就非常有宋诗的特点 就是意象非常的新 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他这样去写 而之所以能够让他写出这种新的句子的 就是那江南的风景啊 他梦回江南想到的那些风物啊 《夏日梦伯兄记江南》 是北宋文学家黄亭坚的作品 此诗因私家而作 洋溢着对兄长的真挚怀念 感情细腻而朴实 伪廉尤其富有情运 黄亭坚还有一首奇诗 叫炎雅 这里我们不展开讲 炎雅呢是 讲了很多很多的动物 只有最后一句 江南野水碧于天 终有白鸥 闲似我 他前面讲的大概是二十几种 三十几种动物 每一种动物都是很糟糕的 什么攻击要打鸣 忙得不得了 蜜蜂要去采蜜 要交税 忙得不得了 各种东西都不好 包括这个史柯囊 连香授都不分 前面都是讽刺 只有最后一句 他讲江南野水碧于天 终有白鸥贤私我 我和白鸥 我和江南之间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关联 就是精神的相通 这个是一个江南人 他离开江南之后 想象的江南 梦回的江南 好 我们讲的 第五讲的梦回江南 伪装 白鸥 黄庭坚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江南 不同的回忆 在江南的诗词当中还有很多 限于时间 我们只能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诗是艺术的语言 最高的语言 最纯粹的语言 爱情 诵读白鸥义经典名作 《一江南三首》 感受诗人心中的江南之梦